那我们当然主要就是要跟各位介绍 HLM 这个多阶层线性模型 那H就是 Hierarchical 这个阶层 Linear 线性 Modeling 那我们说先来介绍说为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要做 然后如何去做 那我觉得大家来学这一套软体的重点还是在怎么做研究 我们看到很多人对统计方法其实专言蛮深入的 可是要变成转换成一个paper 写一个文章 其实那里面又有一个gap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说见数跟要见零 就是我们最后怎样利用这个方法 然后来写成一个研究报告 那所以这两天的课程大概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上午的部分 我先介绍HLM 的基本能力 还有HLM 的操作 我想我在这个上午的时段 我就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来谈这个 一个是有关于做HLM 因为有好几层 那你那个数据一定要先处理好 不然它一跑出来 根本就不能跑了 或者说你有一些有遗漏值的 像如果你第二层有遗漏值 那它一下就把它整个删掉 那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第一层是学生,第二层是班级 那你如果班级那里有遗漏值 它一删就是等于说一整班就删掉了 所以你那个样本就会出问题 那你就必须先把它做一个擦股的工作 所以做HLM 一定要注意的是 一开始你的数据整理 要整理好 不然你到后面做的推论就会有问题 大概第一天我们是把这个HLM 的这些基本原理 还有这个操作 还有数据整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的model 整个过程 做一个介绍 那第二天 就明天早上 我们来介绍一些 很多层次分析的几个议题 就在做这个HLM 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你要做一些数据的中心化 中心化 有的是要叫做主频简 有的叫做总频简 这个是在做HLM 里面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相关的模式的变异 我们来讨论 那到底你的那些 你里面的那些变异是随机的 还是不是随机的 这个会影响到你的研究结果 那跟传统的回归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会碰到所谓多元贡献性的问题 那在HLM 里面 因为你牵涉到群组的观念 那它多元贡献性会更可能产生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 大概这几个议题 我们也回来谈 最后就是我说的 我们那个目的还是要用HLM 来专写一个论文 或者是一个paper 那写HLM 这样的一个paper 它里面有一些必需的要求 你投稿的时候 那个reviewer就去看 说你在做 你用HLM 做文明的方法学 在HLM 里面 你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有没有考虑到 比方说刚刚我讲的 遗漏值的问题 你有没有中心的擦股 那你的中心化 你怎么处理 因为那个就会影响到你如何去解释 还有很多相关的议题 我们就会来讨论 大概啦 我们基础班这两天 我想我们可以 其实 很 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充裕 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慢慢来谈 其实你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以后 未来 不管你自己来阅读 相关的HLM 书籍 或者你来做研究 我相信你会 能够回心入神 好 那事实上 其实我觉得 这个考武器这件事 也没那么复杂 其实只是在考虑一件事情而已 这个是我们数学的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嘛 这个最基本的 Y等于A加BX 那这一个A 我们就是 拮据 然后这个就是 斜率 然后这就是一个变数 这是数学 数学就是一个理想值 Y等于A加BX 那统计跟数学的差别在哪里 数学就是这样 统计没什么 统计就加一个误差 所以 你只要 懂得 这个Y等于A加BX 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国力就交了 其实 再加一个误差 他也可以学好统计 知道吗 其实统计就是这样 数学是一个正确的值 那统计就是 比较像一个误差 那如果我们 你让我加一个Yi 这样子 你可以说这个是 某一个人 比方说就是I等于12345678 对不对 某一个人 的 某一个分数 这样子 某一个人 某一个学生的成绩 这样子 好 那 这个就是 这个学生的 一个 一个 什么 是什么 比如说 你觉得 学生的成绩 跟什么 有关 某一个变数 这个学生 用功 程度 那这个V值 什么意思 那你说 这样的V值 反而就是 他用功的程度 跟他 这个成绩的 一个关系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 假设 这个等于1 那这个西数 我知道 如果 我给他 应该这样讲 每增加 假设他每增加 用功一倍 那就会得到 比 这个原来分数 多 出V 这个成绩 这样 对不对 如果他用功 两倍 那他不是 会有一个 这个分数 假设这某一个分数 加上2V 他就会多 两倍的分数出来 那 所有的测验 或者 所有的结果 都会有个误差 就这样 一统计就这样 从头到尾 没有什么 那 有时候我们又看到符号 又多 越接 那你觉得这又什么意思 假设 假设 某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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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他在某一班 他在某一班的成绩 就这样 某一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 在第一班的成绩 我们就这样表现 某一个学生 他在某一班 那跟 那个学生 用功程度 但是那个学生 是在 那一班 懂不懂 对不对 那 也有一个误差 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 层次的概念 对吧 如果 某一个学生 i等于2 这一班的 另外一个学生 他在 一样是在第一班 对不对 然后 第二个学生 一样在这一班 用功程度 就可以 有他的结果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啊 如果是 i1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二班的学生 假设你在第二班 另外一个学生 他在那一班 第二个学生 用功程度 影响他的成绩 然后这个是 误差 那这个误差 你觉得是怎么样 如果我这样写这个误差 代表你一直 我有考虑到那个班级的 民数的误差 这样懂啊 所以 HLM 我们叫做 阶层线系模式 就是把这个东西 我用数学符号来表示的话 其实这个概念就已经呈现了 那如果我没有J 没有J 那就是我不考虑 那个群组的移数 我直接考虑那个全体的移数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 如果 你把这个概念 建立了 其他 我觉得后面就变得很简单 知道吗 好 所以 那这个只是先 介绍几本书 这几本书 再讲 HLM 是蛮好的 这个几本书 那这两本书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那 因为HLM 就是这个 这个 Rodin Lucian Bragg 他们两个人 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去年的暑假 还特别到美国 去跟这两个老师 上了五天的课 他就教那一本 HLM 我 你们乱课四千块 我上课 来回余花十几万 就搭飞机 住饭店 然后 找住测费 不然 一直就学习 好 中文本的话 这本书 这有中一本 我看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本 那本就是这一本 那本书 其实他的观念介绍很好 非常的浅显 如果要入门的话 可以读这本书 那等等 只是他用的符号 因为他是用的是 这是英国的另外一套系统 符号有点不一样 不过 其实你今天上完课以后 你再去看 那个应该是蛮容易了解 另外这个 温佛欣老师 写的一本书 这个也不错 不过 因为他本身是统计专长 所以他会用比较多的数学 对初学者而言 其实是比较吃力的 确实是比较吃力 他纯粹是因为他是抗计性医学的 我比较喜欢用没有数学的方法 来教这个概念 这个也是 另外这一本是薛俊毅老师的书 那阶层线性模式 有几个不同的名称 其实谈的都是一样的意义 一个叫做 这个Motilevel 其实有时候你直接看到 Motilevel 这个Model 也没有回归 那 因为其实这都是回归的概念 都是回归的概念 那有的叫做 随机细数模型 就是这个 这个误差 误差 是随机的还是误定的 然后 有的叫做 变异数成分模型 这个其实都在指 误差 误差的变异数 那有的叫做 潜在成长模型 所以 有的 有的老师同学 也许你会去做一些成长模型的变化 另外的 有的叫做 这个混合模型 Mix-Model Mix-Vin-Model 这个都是在谈 这个 HLM 那 只是 这个 Rodden Bush & Black 他把 HLM 又把他叫做 软体的名称 知道吗? 其实本来不应该是 HLM 本来不应该是软体的名称 他讲的就是阶层线性模型 只是他把这一套软体 他也叫做 HLM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混淆 只是 Rodden Bush 或许把这个 这个什么 来计算用的这个软体 他也把它命名为 HLM 所以可以做 阶层线性模型的软体 有很多 SUS 也可以做 什么PLUS 都可以做 很多都可以做 不过 HLM 其实是很方便操作 软体 对 都是一样的意思 他的背后的意义 其实都一样 都在讲 阶层线性 这样的一个关系 只是 有时候 我们不是看Paper 我们看到 Keyword 或者说 打的这个 其实都是在讲 HLM 他的概念是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学生的成绩表现变异 有多少比重是来自学校的因素 多少比重是来自学生的因素 其实这跟刚才我讲的这个观点差不多 一个学生的成绩 那些事情 到底是他自己用功程度 影响比较大 还是说这个学校 还是这个班级 对他 那班级的影响有很多 他碰到一个名师来教 才是这样 那他就可以 启发他的能力 所以在不同的班级 那个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联考 大学这个 好像昨天才考 那个什么 学测 大学学测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现在各大学的繁星计划 比例越放越多了 原因是用我们传统的那个指考 传统的那个指考 很多乡下的孩子都考不进来 那他考不进来的原因是 他在乡下的学习的刺激不够 或者说那里 师资不足 或者他没有机会补习 没有钱补习 这样子 可是他其实是有学习能力的 可是透过传统的那样的考试 他考不进来 可是我们后来就发现 那个现在比例放宽最多的是清华大学 那个繁星计划 他让各个地区的学生都能够进来 结果他发现 就算从乡下来的 我让他有机会在我清华大学学习 他的表现没有比较差 甚至更好 他只是没有那个机会 他没有去接触 没有去那种刺激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看里面就会有很多便利 到底 学生的成绩因素表现 有多少比重是来自学校的因素 有多少比重来自 这个学生自己的因素 就这个问题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每一个学校只有两位学生 我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这个概念 有三个学校 每一个学校只有两位学生 你看哦 一个学校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七分一个是九分 那那个学校的平均就是八分 那个学校的平均是八分 我故意用一个β-01 来代表平均 HLM 大家有时候觉得比较困难 就是符号 知道吗 你会看到很多书 就是在谈这个东西 它就是notation, notation, and notation 都是符号 其实它都很简单 所以我故意用这样子来跟各位 先这样子刺激你的 我的第一个学校的平均 我就用β-01 第二个学校也是两个学生 一个四分一个六分 所以它的平均是五分 那个学校的平均是β-02 然后第三个学校一个一分一个三分 所以它平均是两分 你看哦 这样子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 其实学校是有差异的 学校的平均八分、五分、两分 也许你说它就是高中低的 那你看有一个总平均 总平均 总平均 总平均可以怎么算 总平均可以怎么算 我们要算全校的总平均可以怎么算 每个学生的平均可以吧 每个学生平均是五分 然后每个学校的平均 也是总平均嘛 所以就是那个 β-01 加β-02 加β-03 所以每一个学生的总平均 跟每一个学校平均的平均 它数值是相等的 知道吗 这个我们后面 就是说这个概念 你一定要先有 在后面你就会很快进入 好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变异数 变异数 变异数要怎么算 这应该很基本吧 个别的变异数 剪掉这个总平均 我刚刚这总平均 这个符号 我故意用γ00 那我就用这个符号 直接了解一下 总平均我用γ00 这个符号 那我来算变异数 变异数 就这样算嘛 个别减掉这个总平均 然后7-5 平方6-0 然后除以 本来变异数 应该是除以 N-1 本来应该除以N-1 但是这个 我为了比较简便一个 就用除以N 因为做推论统计的时候 不是除以N 如果样本的时候是除以N-1 不过我只是看你有这个概念 我把它除以N 就这个六本 就算出来 这个学生的总变异数 就是7 总变异数是7 一定要这个概念 好 那另外 我计算 学校平均 对总平均的变异数 我刚才是计算什么 每一个学生的那个 跟总平均的变异数 我现在是来计算 学校平均 对总平均的变异数 所以我们学校只有三所嘛 对吧 第一所的平均是8嘛 所以8-5的平方嘛 第二所的平均是5嘛 所以5-5的平方 第三所 第三所平均是2 2-5的平方 好 就一样 因为现在我只有三所 所以我除以3 对吧 所以 学校平均对总平均的变异数是6 你看哦 刚才是几啊 刚才是7 总变异数字7 对不对 学校的变异就6 他学校 总变异是7 学校的变异 学校的变异 我们就叫做主间 他有三个 一个叫主间 主间的变异 占了总变异的 百分之 86 学校的因素 就这个学生的成绩 你从这里有没有一点点概念 这三所学校 学生的成绩 主要差异是来自什么 来自学校 这什么意思啊 就建宗嘛 假设有一个是建宗 他的成绩 那一所学校的成绩 普遍就是好 他的平均就是好 就是建宗嘛 然后有的是这个中间的 中间的 有的恐怕就是偏向的 或者后面的失效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一开始就很清楚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 就是说你拿到的这个数据 其实你如果发现 他的最大的变异来源 他的最大的变异来源 是在学校 也就是这个主 主之间 可是如果你看 学生的那个变异 学生的分数 对各校平均分数的变异数 学生的分数 对各校平均分数的变异数 这个叫做主内 他在这一个学校以内 知道吗 这个在他这个学校内 这个叫他这个学校内 这种叫做主内 变异的变异 那主学生分数 在这个主内的变异要怎么算 你看 所以你知道 你要分析 9-8 对不对 7-8平方 加上这个6-5 这个4-5 3-2 1-2 然后除5-6 所以学生分数 对各校平均数的变异数 这叫做主内的变异数